高雄市第三届里长就职典礼24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 来自38区的区长和里长都出席 市长韩国瑜亲自颁发当选证书 并且恭贺所有里长 他也再度强调现在高雄受到国内外的瞩目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向前发展 而同时他也不忘要照顾弱势学童 希望里长能够和病例超商合作 让这些弱势孩子不再饿肚子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高雄市第三届里长就职活动 除了向所有当选里长恭贺 也期待所有里长把握被看见的机会 展现所有的优势 平观光 发展经济 各位里长也是一样 各位区长也是一样 用尽脑筋 花你的精神体力 好好把高雄建设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都了解 这是百年难得一次高雄的发展机会 千万千万不能错过 民政局长曹桓荣指出 高雄市里长当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7岁 最年长的已经82岁 而最资深的里长已经在基层服务实践 这代表高雄市基层充满多元包容的元素和特色 希望未来大家一起努力推动市政 提升基层生活品质 这些里长非常的不容易 代表我们整个里长的结构 有非常多的包容性 更代表着大家有非常多对里上的一个服务 我也知道有相当多的里长 已经超过十届的连任 各位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 韩国瑜也期许基层里长能够发挥爱心 结合地方资源 照顾弱势孩童 让他们在学校没有开火的时候 也不会饿肚子 每一个里长 是最基层的一个螺丝 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第一 高雄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孩子 把头腰 中低收入户的孩子 可以到便利店去领一个中午的便当 跟晚上的便当 这个要拜托各位里长帮忙 活动中韩国瑜 一亿为里长颁发当选证书 制证匾额 并且分区和里长合影 场面热闹隆重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